你好,政治揭露 出街日是1月30號,是年初六的 大家新年,希望身體健康 新年,大家各樣安康 當然,我沒有出街的 我是一個全職的Youtuber 所以我是做節目的 早那兩天,我可能去了其他的頻道去做節目 所以我這邊,我免得自己又錄節目去搶生意 搶自己的生意,好像傻傻 但無論如何,我希望在這裡 介紹一件事 我自己的專業 這個是有仇必記,何志光頻道的Facebook專業 專業去接觸你,有一個好處就是有一個置頂 如果我個人的Facebook帳戶 是不能置頂的 我置頂放了一條link 那條link就是 show了疫情 我只是相信中國官方的數字 現在中國官方的數字是7783 即是我六個黑是下午4點20分 現在這個是8分鐘之前的數字 疑似個案有12000宗 我當你全部都是中了 那就兩萬宗吧 治癒數字129 沒有人報的了,在香港 不知道為什麼,無線新聞死都不報的了 死亡數字170 每一年香港有流感 死的老人家都可能未必這個數 不止這個數 一個冬天 但是,OK,現在全中國 冠狀病毒死了170人 死亡數字來說 我就不看湖北 但是湖北是主要的死亡區 然後其他區分 河南就死了兩個 四川一個 北京一個 上海一個 河南一個 海南一個 黑龍江一個 沒有了 有其他幾個省份會有人死的 八個省份有人死 對不起,有六個省份 我們要特別留意廣東的疫情 廣東新增了39個個案 有1,3,8,11 治癒有7個 疫情來說 深圳有86宗 治癒了4個 但是整個廣東是零死亡的 首先是這樣 現在的情況 當然,你說封不封關 袁國勇改口 說封關 我都說了 我是尊重 專家的說話 香港現在這一刻很亂 他亂的話 我是追求著 一個精英統治 不是你們這些人 去放一些謠言 然後群眾恐慌 然後群眾要什麼就給什麼 在一個戰爭動亂的時勢裡 是應該行鐵碗管治的 政府應該控制傳媒 不要放假消息 也不要選擇性報導 我剛才報導廣東的疫情 你說深圳死了1萬人 現在說深圳是零死亡官方 然後你不相信 那你也不敢回大陸 然後你就去幻想 所以你要求封關 但是你封關又怕沒有糧食入口 所以你又想著 你去封關這麼討厭大陸人 那大陸會不會不給糧食我們呢 然後你去搶食物 去錢ben 但是呢 那第一件事 我的意思是 我也是有做財經節目的 有時候 很怕 哎呦,加幣升呀 那我有點需要 我要買些加幣給我家人用 加幣升呀 那你就去撲購去買了 那個恐慌 啊 我不是很高,我不是很高 是人家找方法找你钱的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 哎呀 你不买 那只股票跌了 是不是 恐慌从来都是 去逼你振走 卖货或者买入货的一个方式来的 今天呢 某个巨大的约防 连锁约防 就 他要告诉别人 他会卖货 但是他卖货呢 他卖20个口罩出来 20盒 20盒 但是他这样放出去之后 200多间 每间卖20盒 每间 制造一些人龙 接着那些人买不到 是不是那个心理就是 你买不到就更加恐慌 是不是 接着你怕起上来 那些排员队怕起上来 我买不到口罩 那我就要走进去超市里 去买些米 去抢回补偿 是不是 买不到口罩的人 最后都是他赚光的 他平时 他怎么炒楼呢 他明明有 建完整个屋苑 可能是有几千个单位 他要拖四五年卖 又没有空置税 他怎么炒楼 将楼价高 数页配计的方法去赚钱 现在用同一个手段 跟你炒口罩 然后逐点跟你炒 炒米 遲点就炒猪肉 牛肉 是不是 那他就会挂你所有的钱 是啊 资本主义是落仔下石架 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 赢者通吃的 现在你们就很相信资本主义 是不是 你追求的民主 民主建基于什么 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是什么意思 有钱佬 可以允许控制的传媒 控制的超市 控制的药房 控制的地产楼市 和销售渠道 再加上话语权 其实西方现在强大的 不是他的金融霸权 不是他的军事霸权 那些都是做样子 现在在这些基础上 建立的话语权 真是厉害 是不是 他说你中国 衰竊 那些人真的相信中国衰竊 他不提自己如何殖民 杀民 怎样杀印第安人 怎样老套黑人 去做黑奴 他不说 以前 英国佬统治香港的时候 怎样逼女人做鸡 逼人走白粉 他不说 他现在用他的话语权 就说你中国一定隐暴疫情 是不是 现在是一个战争的状态 在战争状态里面 我发觉那些官员 是在配合他们 我不知道他退休有没有黄金河下山 我就知道某 什么什么 梁展民当年 他们在地政署的人 退休的时候 没有贪污的 退完休就加入地产商里面做 他们在地产商开一个 不知道什么 顾问公司 他不用做 但是有人工收 有顾问费收 因为他顾问的工作 是在他在位的时候 放水 某一个地产商 在维港两岸 可以重建了一个商场 起百十多层楼高 老友 他打通了 他就控制了全华的地产商 那些免费电视牌照 不断妖言惑中 另一边他做金譜 另一边他的商场 没问题 他捐了多少钱给那些暴徒 哪个地产商 没问题 有可能就给了那些暴徒 暴徒就不搞 你费用了 就是 新鸿基啊,九仓就没给了 就被人搞到死了 英军就大件事了 朗豪科不是每天被人搞 现在不流行搞,零零星星放下炸弹 零零星星放下汽油弹 炸你的关口屎限 炸弹威力是屎限这么大,但足够洪荒 政府一遇压力就会软 不会有任何,因为他们退休 有黄金降落散,别人提供了 是不是啊?抗疫 齐手制造恐慌 接着那些大财团大家就赚钱 这些公务员就退休 有灾有灾咯 是不是啊?那个最高领导人 那个儿子,那个老公 澳门回归不拍手 是不是啊?老公 有英国护照的 现在配合地产商 你明明说大话 是一个赚钱的最好的工具 当你在一个金融发达 社交媒体发达的时代里面 你说一些大话 你兴致一大堆网军说大话 你兴致一大堆网军说大话 做到一个声势 你就可以推高楼市 你去说大话 做到说,哎呀,就来变逆化 那你逆化了没有? 广东死人没有? 世卫说,死亡率 2% 现在死了什么人呢? 现在中国政府 没组织了一个数据给我们看 是吧? 这170人究竟有多少个 是70岁以上的呢? 65岁以上的呢? 有多少个长期患者呢? 可能中央应该 我觉得要考虑整理一下 但是现在呢 你听到170这个数字 哎呀,好害怕啊! 好害怕啊! 那广东灵死亡个案 又不说的 深圳 灵死亡个案 有86单 你说86单你要封关 OK 是不是要封了奴关? 封了洛马州关? 你封了那些关 是不是那些香港人 你不让他回来呢? 40万人啊 全部在大陆 可能他有需要 他真的要回大陆 他不能不回 他回去了 现在你要封关 不让他回来呢? 他在香港卖了房子 是不是? 他有学校 他的子女有学校 但是因为你封关 他不能回来 现在 现在 广东的疫情 还是零死亡个案 那你又说 哎呀,你何志光 你又说 不坚持 一定不封关 是啊,我不坚持 因为我 因为联国勇说 他是专家说 封关也好 他说 政府做得慢了 那 所以呢 你们说民主的时候 不在香港那40万人就没有民主 是不是? 民主 是不是? 民主的意思应该有一票 那40万在大陆的香港人都应该有一票 但是不是 你们在香港的人要多数人暴力 你们说 你那40万人 我现在取消你回来香港居住的权利 是不是? 这就是你们所说的民主 是不是? 我希望 首先第一件事 大家冷静点 我说了 说谎 谣言 就是在这个 恐慌的时间里面 赚钱的一个方法 你和一些大财团 控制话语权 的 大财团 或者地产商去战斗的时候 博弈的时候 他越要炒那样东西 你就越 不要去买 是不是? 你要相信 是不是? 现在 现在 中国政府 在大陆里面 是生产到有足够的粮食 养得起14亿人 就可以养起我们香港七百多万人 OK? 如果不是那个大财团控制 药防控制超市 逐药和你炒吧 名杠都给你炒了 名杠都给你炒了 你很快 你荷包的钱都没了 第二件事 口罩必需品 是的 但大家可能要很紧张地使用 我想这样 大家尽量避免出街 如果愚无必要的话 那要上班的人 无可奈何 你唯有给口罩先用 那大家的口罩也不要 真的要慎用 一天一个 没办法 对不对? 我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去帮大家 又或者你觉得你家里没有什么口罩的时候 可能你可能要 要立刻 趁还有三五个口罩 就跑去诊所 排队 说病 拿架子 然后不上班 因为现在是一个很危险的时候 为什么呢? 大陆的工厂 未可以完全 回到就位 去生产口罩 大约可能完消之后 即是说现在初六 还有几天去熬 对不对? 究竟那个来货 究竟可不可以早些呢? 我相信大陆是 有人 很牺牲地 在假期生产 但是 始终大陆都不够用的时候 但是大陆呢 政府统控不让人乱炒 我看到一宗消息就是 别人在药房炒贵的 口罩 就罚三百万 不会给你资本 这些大陆是共产主义国家 虽然混合经济 又引入了一些 找大放小 大的企业呢 电讯银行是国家管理 计划经济 下面那些 小商户呢 可以给你私有 但是仍然是共产主导 不会给你这样 好像香港纯资本主义 给一些强者 去屠杀我们普通人 这个就是共产主义 社会 的制度优势 在这个危急的时代里面 共产主义呢 就可以发挥 重要的效能 保护社会 我说真话 我真的相信 所以呢 大家呢 可能你趁没口罩 就好去 你一定要上班 唯有去 去诊所排队 接着就拿一张架子 尽量拿久一点 咳多两声 扮得很厉害 头昏、病、什么都好 你要医生多多几天 你没办法的 就是 就是 我不是教你欺骗 我没教你欺骗医生 你说你真的头痛欲裂 他说没有病症 我真的头痛欲裂 那他没理由 不准嫁你的嘛 是不是 大家 在这个时候要挣扎求全 不容易 还要等几天 这个呢 又告诉你那个 虚拟经济 的失败 因为虚拟经济呢 他们 鄙视工业 香港玩虚拟经济 就像美国那样玩虚拟经济 在虚拟经济没有工业基础的时候 连自己没有一个生产能力 最后就没有一个自保能力了 如果香港有自己的口罩生产线 你就不用那么怕 又说大陆呢 就控制生产 但是现在我们香港人呢 就歧视大陆人要封关 但是又怕大陆的口罩不来 有些东西呢 你们这么真大陆人呢 你做得这么绝呢 别人生气地真的不给口罩你呢 有时候呢 我希望国家不会这么做 但是你们这么怕呢 都是活该你死的 先说到这么多